受到疫情影响花蓮縣政府14號晚間 緊急宣布全中運延期辦理 由於部分賽程仍在進行中 選手以及教練們早已經來到花蓮參賽 對於縣府臨時宣布延期教練表示 措手不及之外 對於選手狀態多少也有影響 但是疫情當前保障大家的安全最重要 這次原定16號登場的賽斯喊咖 讓原本摩拳叉長要迎接賽斯觀光潮的旅宿 以及餐飲業者生意 立刻遺落千丈 退房電話超過五成 目前只能以閃客來維持經濟 建府回應二十二個運動項目只三六項繼續賽程 其餘全部延期 而有關延期辦理交通以及住宿退店的事宜 以及喊請台鐵及旅宿業者以免收退票手續費 以及辦理延後不加收費用為原則配合辦理 原始新聞 早落beats 花蓮瑞瑞 花蓮市採訪報導